哈囉,各位學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Automate,歡迎來到超鞋實戰場模擬器啦,我們這個模擬器更新囉,又多了一些好康的東西要跟大家做分享齁 那最主要的話就是兩個更新,好像這次更新,這就是兩個更新而已啊,就是呢,我們這個派系單位呢,多出了新的派系了啊 就是王朝派系,這個王朝派系裡面呢,你們把他們想的就是有武士 然後還有一些,反正就是什麼龍啊,什麼之類的,反正就是那種,三國演藝還是戰國時期的那些東西就對了 然後再來就是呢,這個大家應該也蠻喜歡的,就是我們這個秘密單位呢,已經多了九位隱藏單位,隱藏角色 就這樣子突然的蹦出來的更新了,好不好,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首先呢,要找一些秘密單位呢,先去看一下沙盒市 那每一張地圖呢,都已經添加了一些秘密單位的獲取點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的地圖喔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的地圖,就最後一個 這張地圖呢,就是這次更新出現的王朝地圖 那這個王朝地圖呢,你會看起來,看下去就是,哇 非常的隻狼 哈哈哈哈,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這種隻狼風格 欸,這樣講會不會有點奇怪啊,啊,算了,隨便 好啦,我們就從這邊開始找喔 那其實這一張地圖呢,總共有三個秘密單位,好不好 我們就一一的慢慢的推進 第一個秘密單位呢,就在這個建築物的最上方齁 此時你跑到這個地方看呢,你會看見一個什麼東西 有沒有看到手裏劍,沒有看錯,你沒有看錯,我要講成你有看錯 沒有,你沒有看錯,來來來,就這一個手裏劍 吃下去 有沒有看到 喔,Sanis 喔,不是Sekiro Sanis 喔,不會唸,好奇怪的名字 然後呢,我們已經獲得了一個忍者了 我們看一下他應該是會被隸屬在哪個位置 鎖頭嗎 欸,他會被隸屬在鎖頭,而且吃到三千塊,我的天啊 喔,然後呢,我們這個王朝單位已經出來了啦 欸,這個待會再慢慢看,我們不要急 好不好 接下來呢,另外兩個秘密單位呢 首先另外一個在這個櫻花樹底下 喔,你會看到 欸,怎麼沒有 嘿嘿嘿 欸 欸欸欸 喔 應該是在這棟建築物的櫻花樹底 櫻花樹底下 喔,有沒有 各位看見了沒有 這邊有一把武士刀 Sekiro的布石斬 飛到這邊來了 撿起來 NICE啊 喔 有沒有 拿到了一個 第二位秘密單位 再來第三位秘密單位呢 這就可玄了 喔,這個黑布石斬呢 居然插在這個地方 這張整張地圖的底下 對阿 喔 把他給撿起來 你就會拿到嫌疑啦 喔 沒有啦 拿到一個巨人 喔 沙姆拉伊 喔 不會唸 欸 哇,怎麼那麼大一隻阿 居然是巨人欸 我的天阿 喔 下次我們來到了這張農村地圖呢 這張農村地圖 喔 有一隻 喔 就大概藏在這個後面 各位有沒有看見 石龍子 喔 我不知道這是石龍子我隨便講的 喔 就不偏不移的藏在這個地方 而且非常的明顯 非常之明顯 喔 我們找到了 喔 不知道什麼什麼 爪梗 欸 很奇怪,車上居然放著一條龍 喔 這我們的這個農村地圖呢 就已經結束了 喔 就一隻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沒了 OK 再來呢 這張地圖呢 喔 應該是 這應該是中世界的地圖吧 這張地圖的話呢 一棵樹喔 喔 這張地圖的話呢 好像是要找一棵樹 就可以召喚出來了 應該是位於這棵吧 對啊 沒錯這棵阿 你不覺得他的顏色 跟其他顏色有點不太相同嗎 沒有錯 就是這個 看著他 他就會動了 他就抓了 有沒有 入手 為什麼是一棵樹呢 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 原來是 數巨人 原來是數巨人 我們這張地圖呢 就拿到了 數巨人 有沒有 一棵 一棵 不是一棵 一棵樹 中式地圖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齁 再來呢 我們來到了這張地圖呢 這張地圖好像就有兩隻的樣子 呃一隻的話是位於建築物旁邊喔 我看一下這建築物旁邊是在哪裡 有一隻是位於 位於建築物旁 呃會有一把很像鏟子的東西 我們要找一下 有可能也不是這張地圖喔 有可能啦 欸 沒關係 這個鏟子找不到 我們先找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在思想十項前面 這裡 這個有一串英文的 靠近這把劍 就拿到了 思考十項前的隱藏單位 入手 有沒有 帥爆了有沒有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來看看 奇怪 建築物旁邊 啊怎麼沒看見 應該是不是在這張地圖啦 我們這邊只有一把劍而已 我們再找看別張地圖 對 應該是在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呢 有點大 然後 會在這個其中一個附近 找到一把鏟子 我看一下喔 可能是在這個方向吧 他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 啊 應該是這個 這些花盆 你看到你看到這些花盆的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他就在這裡了 入手 欸 這看起來很像鏟子阿 只是他是一把武器阿 我不知道他這個武器怎麼唸阿 好 我們獲得了這個東西 好 發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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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辦法不會唸 哈哈哈哈 這就是我們另外一個隱藏單位 再來呢 我看一下齁 還有兩個隱藏單位要剪 呃 我看一下這另外兩個隱藏單位的話 剪法喔 看一下這張地圖 大家就知道了 呃 這個冰天雪地這張地圖的話呢 有一隻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張地圖 我可能要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方向 呃 有沒有看見 這邊有一個沉睡的傢伙 在這邊睡一覺 啊 入手 恭喜你拿到冰泰坦 啊 冰巨人 有沒有很帥 這就是我們雪地地圖 唯一的一個冰洞單位 呃 唯一的一個隱藏單位 好 再來呢 就是最後一位了 最後一位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因為他的地圖相似還蠻多的 好 就是這裡了 沒有錯 就是這張圖了 這是最後一個隱形單位 好 讓我來帶各位走 大概在這個後方 有沒有看見這棵 被砍掉的樹 上面有一顆凸凸的東西 把它撿起來就對了 撿 有沒有 哇這什麼 拉拉隊嗎 好 拉拉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OK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有沒有九個喔 我們這鎖頭怎麼 哈哈哈哈 一二 這個不要算 一二 三四 五 嗯 六 七 八 九 有了 九個入手了 這就是我們九個隱藏單位 我把他們全部都拿出來看一下好了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九個單位到底如何喔 各位現在應該所看見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隱藏九個單位 就這樣出來了 各位看見有沒有 帥爆 尤其是後面的十巨人 這應該是兵巨人 這個是數巨人 哈哈哈哈 啊這什麼武士巨人是不是 比較特別大隻 好我們都放各同一個單位打看看啦 好不好 來看一下接下來如何 喔他這個直接噴火喔 其實我什麼都看不太清楚阿 喔 喔呦打成這樣子 喔有點兇有點兇 他拿數尻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好恐怖喔 他拿花椰菜尻人阿 喔 現在已經是巨人的大戰了 哇靠這個忍者手裡見這麼強喔 無時無刻都在丟欸 哇賽 哇 這一拳 我這一拳你可能會死 幹好帥喔 你看他慢動作 有沒有很帥 這根本就一拳踩嗎 我這一拳你可能會死 截圖 哈哈哈哈 好帥好帥 好吧 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喔 今天的主要目的呢 是找到這九個單位喔 那這九個單位呢 是為了讓各位觀眾能夠方便的找到 這個是一個算是 算是 要說是攻略嗎 應該也不算是吧 算是介紹影片喔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我們下一集呢 要玩東西就可多了 我們下一集要玩的可能就是 是這幾隻 再加上我們的王朝單位 我們王朝單位還沒有摸過嘛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下一集呢 就會持續進行 好不好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角點訂閱 右下角點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超寫實戰場模擬器 再見面了 掰掰 影片 那pm 影片 影片 大家 影片